除夕的习俗 除夕是春节的前夜 也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作为一个和家团聚的日子 全国各地的人都会回到家中和家人团聚 关于除夕的习俗可谓非常丰富 上古时期人们在驱赶年寿的时候 发现他最害怕红色和声响 于是每到年三十的晚上 家家户户都会贴红春帘燃放爆竹 在除夕夜 长辈会给小辈发放一些压岁钱 古人对压岁钱非常讲究 要用红绳将较大的新铜钱穿成各种形状 有的还会穿上百枚铜钱 娶其长命百岁之意 在除夕夜 很多孩子会和大人一起守岁到凌晨 到春节来临后才会入睡 贴符字也是除夕的一项传统习俗 很多地方还有倒贴符字的传统 倒贴符寓意福到了